我們就可以看到屏東東港營王平安祭典 28號正式登場 那邊一群人圍在一起 眼前一團火猛然竄生 這火焰是直逼一個人的高度 那當下民眾直擊 還有不少人拿著手機靠近錄影 直呼是相當的危險 也有民眾看見農煙 直已有空污的疑慮 那馬上帶你聽一段寬暴局訪問 依照我們自己屏東線的煙燭報 管理釋放的自治條例 還有噪音管制區內我們有一些公告 目前之類的一些活動 如果有申請核准的話 這是一般的民俗活動 我們沒有開法 我們沒有說到那個申請案 所以我們現場沒有人去 但是我們有派一組人在待命 好那是可以聽到 環保局也說了 只要有申請 基本上是沒有接貨到民眾的申請的情況下 沒有違反法條的問題 那麼現場是可以看到 燃放鞭炮 釋放氣球裸骨喧天 民眾直擊這火焰呢 是其中的一個過火的儀式 也象徵的消災解禍 祈求祭典順利平安 這回活動也將為期八天七夜 隨後也還有其他的繞進活動 民眾熱鬧之餘也務必小心 自身安全